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早前发布2023年业绩预告 预计全年净利润达到41.5至49.8亿元人民币 增幅高达4193.1% 扣除非经常性选益的净利润为34.2至42.5亿元人民币 同期比较纽规为形 政策方面 发改委同能源局2月初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 当中明确提出谁服务、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 这个总体原则有助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 火电有望受益 讲讲电价 中国煤电调整为两部制电价 即是包含一部分固定容量费用 以及一部分按照实际用电量收取的电导电费 近期中国各省陆续公布今年电力交易成交价 预计多数省份年度长协电价 也即是固定部分维持较高比例 电量方面 综合考虑电力消费需求增长 电源投产等情况 预计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基本平衡 预计较多省份煤电利用时数将处于近年较高水平 未来政策将继续推动火电由发电转向调风 火电公司的公用事业属性亦将逐步增强 随着火电盈利周期属性逐步减弱 高分红兑现 未来估值有上行潜力 综合以上的基本因素 爱得研究部级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港元4.2,只涉价3.6 今集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爱得研究部之后还会为大家送上更多深度分析 记得comment,like和subscribe 接收我们的最新资讯 如果想看研究报告传闻 或者对其他市场分析有兴趣 就记得下载Research 你的随身分析师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